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好,我們進行圖線吧 今天第16章吧 好 螢幕是不是有點 好,這樣 跳到水桃身後,風出血帶著重傷昏迷的你 回到萬有骨香聲,求救 我大哥的情況怎麼樣了 他的受傷則太重了 重傷大樓金仙復生 狂馬也束手為側 回復已經盡力了 不要,你不要死啊 請便,當真沒有任何方法能治嗎 確實剩下一種方法 什麼方法 他被玄冥子的獨龍燙海直接擊中心脈 玄冥子的展地依很毒辣 他的心脈已斷 除非有人願意換心給他 才有治癒的可能 但是 此時舉將會犧牲自己的性命 爹,那女兒來吧 那女兒的心換你的大哥 傻丫頭 爹怎麼可能這麼做 再說 再說 即使你願意 你的血型與他不同 也是無際於事啊 我不要大哥 我不要 唉 前輩 捐我的心吧 我是通用血型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的人生本來就是一片黑暗 大師給我的光明 他就是我的天 為了他我什麼都願意 以前那個年代他都知道 都知道血型這件事情了嗎 前輩 我的血型與任何血型都能相合 盡力成全我吧 在此的話都來不及了 如果你還是不答應 我變歷史 歷史橫刀自我 你真的想清楚了嗎 我這一生殺虐無數 能為自己心愛的人 而死對我而言 以及無比奢侈的事 我覺得真的很幸福 相遇姑娘 以後的日子 她就瞞訪你了 你們一定要 過得幸福 封姑娘 你真的一點都不後悔嗎 我現在覺得自己很幸福 封姑娘 你看大哥 一定要幸福 咦 我怎麼在這裡發生什麼事啊 啊 好疼好疼 胸口怎麼那麼疼 圖啊 你終於醒了 師父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胸口好疼啊 你惡徒交所的過程中受到重傷 幸好神醫衣術無雙 好不容易才將你從鬼門關前救回來 我輸了嗎 真討厭輸的感覺 我也是比較珍惜你這條小命 是師父 對了師父 封姑娘呢 有沒有一位長髮姑娘跟我在一起 你沒事就好 你們有看見封姑娘嗎 看見封姑娘 另一副頭顏被收他為圖 信封的小女娃也跟她是不是一同離開了 她說她會過得很好 要你別擔心她 你來先照看你自己吧 喔 他們沒有告訴她 哇這劇情改的真 真讓人不愉快 討厭這劇情 好先做直線 先做主線 主線呢 蝦幽谷 豆椒蝦幽派商人 直居 輸入是否 你現在身體如何 還能打架嗎 我已經迫不期待 你還能天龍教惡人付出代價 實不相瞞 我此方前的小骨 乃是受猴若大俠將天雄所托 特地來找你的 江熊希望你能以我一同前往南疆獨龍教 說服教主南庭加入正道聯軍 為何是我 你的大名傳遍大疆南北 說服獨龍教之士 是蛇你其神 OK 所以現在要去獨龍教嗎 哇 獨龍教啊 OK 獨龍 你們改天再來 我等真有急事找藍教主 不知藍教主何時回來 早上也不知 叫我去哪裡 又不會很雜說 這樣如此 我等也可以在故意教總團 等待藍教主 不行 你們漢人向哪兒兼詐 狡猾兼詐 誰在你們竟然總團會做啥 哇 有個師妹被殺了 附近有什麼可疑的人嗎 可疑的人 不就是你們兩個 早上就知道你們漢人 兼詐 看一下 這個打0嗎 我靠 好啦 我們這邊快轉吧 好 打贏了 差點被打死 哇 這邊的都用毒 太討厭了 火會盒要殺你 你都殺砸一個師妹 動手吧 砸不踏死 獨龍教副教主 黃軍突然出現 住手 火教主 這是誤會 我只是副教主而已 我兩個剛到櫃教門口 就被誤會的 殺人兇手 迫不得已再惹他出手 還請換教主盡量 如果你們不相信 我們願意找出正凶 自成 自成清白 不知死者此刻在哪裡 你們問這做什麼 死者會告訴我們兇手誰 你懂通靈 不 我懂智慧 嗯 屍體就停在偏電 你們自己去看吧 哇 這樣當機是不是 誰敢跟我們讀 奇異號碼 我們瞄人 獨龍在門 神龍窟 無量山 無量山 無量山怎麼在讀王家這裡 OK 刺客 你兩個剛到偏電就看到一個黑人背著一個獨龍叫女帝子這樣離開 光天花樂之下如此長頭肉耶 看我不教訓你 別別別 我只是見面的陽光而已 哼 那你背上的女人怎麼回事 阿祖啊 尋夜太累睡著了 你當我們傻子不成 不必還要廢話 反正不是好了 看招 好啦快轉啊 這樣打贏了 竟然被我們遇見了 等著招 這似乎是一具屍體 這裡還有封信 先名字前輩 見性如無 竟然是給先名指信 前輩所言之之 朱姬 晚輩願意當從內印 禮俠獨龍教 投奔天龍 江湖後輩 黃軍盾手 他不是獨龍教副教主嗎 為什麼要這麼做 可能就是因為他是副教主吧 剛才那黑人 多媽是天龍教的人吧 他為何要拖這具屍體 這能拿中毒而死 多媽是黃軍出手 黑人是想毀屍面積吧 誰知道這信是假 真是假 這樣的偽造書信 想要陷害 把信給我看 這的確是黃復教主的筆跡嗎 不光如此 如果我沒看錯 這具屍體所中之毒 真是讀文教的不傳之命 我 我什麼我 這點事也辦不好 二師兄 叫什麼叫 滾開 你咧我直接打 好 快轉 好老贏了 再來不走今天又走不了了 二師兄你快回來吧 回來 所以我還沒自在的回 才不會回消而給我受罪 二師兄 各位少俠啊 第二場除黃軍這個間隙 藍教主 藍教主不要言謝 我等前來是想邀請 多龍教加入正道援軍 一道討伐天龍教 他請藍教主參師 藍教主不繼續考慮 加入正道聯盟之士嗎 好 好 直線 問一下 當然是幫難挺 倒折加死 無量三不就是那個 下面 面還打錯 阿蘇阿蘇是之前那個啊 呃不是那個神鳥蝦驴那個時候的劇的劇情啊 還蠻強的 應該打得贏吧 哇哩咧快死了 打贏了 阿蘇施主幼稚重傷 然後繼續進行主線 好我們快轉吧 好 打贏了 哼 技是好技 總是埋伏太弱 不是他們太弱 而是如今的武輪太強了 再強也打不過龍王 你這在幹嘛 試試能不能把門打開 武輪試不動 可能這門只能從外面打開的 我們難道要被困死在此處 天虎決定之路 我們不妨朝蛇窟裡走走 不過怎麼看都覺得裡面是一條死路 試在人為 起碼試了才不會後悔 好我們先 成龍窟 怪異少女 你兩摸索蛇窟處走了一段路 安靜的蛇窟裡傳來一陣對話 老夫認為 羊蛇與羊骨類 想要培育萬蛇之王 必須要讓他吞死巫術同類 為何我覺得 這樣選出來的是罪人吃的 哈哈 你不吃別人 別人就吃了你 等我的世界就是這麼簡單 誰不像來那麼互相殘殺 引地南又藥物刺激了他們 雖然你嗜貨 吃毒 但是我能吸氣是有毒 五條治而成 互相牽制互相彌補 不光能強化他的雄性 還能綜合他們的毒性 你這條萬蛇之王 缺點太大了 萬一少有一種毒物的數量不夠 他就會毒性爆發而死 這條萬蛇之王 被自己毒死 哼 真有趣 什麼人在外面 當然是我 竟然是你 你還敢出現在老夫面前 準備好臨死的嗎 死的不一定是誰了 接招 為什麼就莫名其妙就要打架啊 打得贏嗎 這就是大俠的絕道 為什麼有點lag啊 靠北 他要空兵權啊 哇 我慘了我 他怎麼打啊 太過分了啊 太過分了啊 哈哈 好好好 我們再重來吧 好 打贏了 哇 有招一任 老夫會讓你付出代價 走好不中 神姑娘 讓你說盡了 你幹嘛來破壞我們的實驗 對不起 但是在下也不是故意的 我還以為是專程過來找這臭打頭打下的 你們倆很熟嗎 不熟啊 那你們一起做實驗 我只是在這裡做實驗 正好遇見他 他得知我是那培一貫蛇之王 就滔滔不絕地講起來 這麼說 其實是我幫了你嘛 誰說的 他那方案還是挺有趣的 老闆姑娘 之前在下離開蛇窟的道路 你不會跟著白頭老人出去嗎 這 這不是沒反應過來嗎 唉 路吃真是麻煩 這位神姑娘真是 不懂反響 哈哈 什麼東西啊 這個劇情真的是 有夠爛的 咦 獨龍教總壇門口怎麼連看門都沒有了 這一幕讓我想起當日蓋幫總壇被攻破 我們快走 藍教 藍教主 如果不行蓋幫的事情重演 還欺負我們教會天龍教吧 嘿 能玩這繳稿 獨龍教絕不屈服 可讓廢話這麼多幹嘛 通通殺藥就是 連結少小有所不知 多人家的女弟子可都是美人 你要怪我臘手摧花 只要賣到青樓去 能混來多少銀子啊 嗯 大也持 持玉女為伍 果音編曲 兒子就說得好 抱歉 藍教主 照下被人困在蛇窟 活要晚了 少小前生而出 安庭感激不盡 多人家願意加入正道的營龍 與天龍家絕一死戰 加入連軍之事 等逃黑這些人再說 竟然如此 我絕不如於人厚 誰敢與我一戰 想死 老夫就成全你 好好好 快轉快轉快轉 好 來呢 簡單 今天就先放夠你們 等著天龍教的大軍吧 當日一掌 來日避地奉還 藍教主 如今天龍教已退 加入正道連軍一次 請再考慮一下 不用考慮了 天龍教三方兩次塔 現為讀藍教 陸波反抗 面子往哪裡擺 一言寄出 是馬上醉 苗江人向來信守承諾 這樣如此 我便回去覆命了 討華天龍教的時候 這樣也來通知教主 好的 請少爺放心 我們到時一定前往 藍教主 告辭 來人 少少爺出去 屬下參見教主 起來吧 清醒教主 屬下已成功加入正道連軍 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愚蠢 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懷疑 你與陰影一起出現 不會引人懷疑嗎 這 屬下一時疏忽 自告萬死 行啊 懶得天龍這些套話 接下你的任務 是慫恿正道的連軍 與天龍教血戰 只有正邪大戰 雙方兩敗俱傷 我們才能重建東方神教 讓天下靈子再也不受到懶忍的羞辱 是 屬下地能不負教主所託 哈哈哈哈 解決 結盟獨龍教 風秋學為愛取心 楓岩四去 少爺英雄重獲新生 未看天龍教 吃酒見俠 尋少爺英雄 結盟苗家大派 獨龍教 獨龍教獲起蕭牆 少爺英雄 當當大任 憑內亂 當恩 當前 獨龍教 西南結盟 中原武林 好 青岩角 有多兩個了 太棒了 所以 以劇情來說 第16章結束了嗎 OK 是嗎 看起來是這樣 看一下 十七章了 十七章了 好 那這裡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不要喜歡我的頻道 左下方的影片按下訂閱 右下方的訂閱按鈕 記得打開 這樣我更新影片 你就要收音通知哦 謝謝大家 這裡的收看 拜拜